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希望今天就是情人节嘛就是妆一定要漂亮水润服贴 然后我跟妳讲我下巴这个呢就是一个被我抓破 然后它已经就流血完结痂的一个小浓包 这么红的结痂我帮我等一下遮不遮得住 今天的底妆呢我选择的是YSL的这个气垫 然后色号是20号 他们家气垫其实我很久没有用了 然后这是他们最近新的这个就是情人节红色的版本 它这种虽然很漂亮可是它会黏毛 像我自己丢在那个包包里面用久了 它都会就是有一点那种脏脏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只能漂亮一时 除非你不用它 不然像我一样就是认真丢在包包里面用的话 它会看起来就是很马上就脏脏的 然后我非常久没有用他们的气垫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用了这个版本 就跟之前好像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用起来蛮不错的 所以我这阵子都常用它 然后我先拍一半边脸给大家看一下 我记得YSL他们家的色号我觉得都偏粉一点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比较少用他们家的 就是越来越少用他们家的底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色号跟我的皮肤真的有点不太符合 因为我觉得底妆是这样 虽然要找效果你喜欢 妆效跟持久啊服帖度都要及格要好的分数 可是色号这种东西就真的太看个人了 因为每个人的皮肤的色调 然后当时的色号 比如说夏天可能会晒稍微黑一点 但冬天可能会白一点 就每个状态都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颜色的部分我觉得真的就是要看 有些品牌出的颜色真的就是会非常符合自己的皮肤色调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大家在挑底妆的时候也要注意的部分 然后因为它现在这个20号的颜色跟我皮肤还蛮符合的 所以情人节的时候我觉得选擦这个还不错 就是看起来 色号刚好不会过白不会过黑 然后又蛮水透的 好的我现在这边薄薄上的非常非常薄的一层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 算是修饰的还不错 然后我觉得擦起来的妆感还蛮自然的 然后主要是它的那个光泽度也非常的好 可是我觉得不会让你觉得很闷很油 所以这个气垫我最近就是蛮常用的 就是随身带在身上的我最近都是用这一颗 所以我想说我今天情人节展示的时候 我想说也可以画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感觉 这边只有上那个刚才那个Pony Effect的妆前 就是没有任何润色效果情况下 然后这边是有上的 那我就快速再把另外一半边也给拍上 然后我通常拍的时候都会在旁边再沾一下 就是它这个网格做的还不错 然后可以让气垫一次沾的量要平均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要使用NARS的这个点心遮瑕密 这也是他们的这个情人节春节的限定版 上面有爱心 然后颜色是Medium One 稍微深一点点 因为我想遮一下黑眼圈 所以我一下用的量不会太多 我等一下会在上面再盖一个比较浅色的 就是稍微深一点点的 然后我下巴这个部分呢 因为真的有一点这个结架的部分是真的很难盖过去 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刻意盖 我就稍微修饰一下旁边的豆瓣的泛红 然后再轻轻的拍上 这是我新拿到的色号 就是这个NARS的Medium One 因为我之前都是用Light系列的 它就是有分Light 然后好几个Light的颜色 然后Medium好几个Medium 这是Medium一号 他们家的就是这个点心遮瑕 算是非常的经典 而且也就是零失误 各种人都能使用 接下来拿出YS要这个明彩笔的颜色 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 然后我再做一次提亮 这个的话比较水 然后遮瑕度比较低 所以就是可以用多一点 或是大面积的提亮都没有问题 YSL的明彩笔真的是我的 就是默默爱用的好物 跟它擦完那个亮度 就是整个有会让皮肤是水亮提亮的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最后FINAL的底妆的样子 我还没上定妆 就是只有气垫遮瑕的部分 非常的漂亮光头 无瑕补贴 好的那我快速完成了定妆 就是用肌肤制药的蜜粉做全脸的定妆 然后再来是眉毛的部分 我使用了肌肤制药的眉毛 跟KISS ME的染眉膏 也是快速的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眼妆 我今天要使用的是NARS的这个新的 也是春节情人节限定的这个眼影盘 颜色超级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好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刷色 它其实刷色比我想象中的淡 可是不知道上眼镜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那么淡 应该会再浓烈一点 可是看起来这个组合呢 有一点诡异 可是会觉得好像感觉会很唯美 你知道吗 有点橘又有点紫 但又有点金 好的那我先用这个 有点像是香槟色的这个 这个带有光泽的颜色 先打个底 我现在有嫁接睫毛了 所以只要上眼影就好 用上睫毛膏了 好我现在整个全部打底一下 然后下眼影的部分也带到一些 这颜色还蛮淡的 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打底色 让底有一点点颜色 再来呢我要使用这个橘色 我要上在头跟尾 我把这个橘色呢 上在头跟尾的地方 可是眼尾我不要到最后面 我算是等一下留一点点给紫色的那个颜色 所以算是最尾端再往前推一点点 然后这中间就会留一个洞 好的接着我要使用这个 就是雾面这种紫咖啡的颜色 然后我要上在最后面 叠到一点点橘色没关系 要上在最尾巴的位置 然后再用刚才第一把刷子 就是那个浅大地色的颜色 可以稍微晕染一下 然后你就是这样反复的 看一下你想要的颜色 然后等下橘色你觉得中间这个颜色不见 你可以再加一点点 然后一样这个颜色呢 我要把它上在下眼影的后面 把它上在这个下眼影的后面 那我刚才这个深色用完之后 我觉得橘色有一点掉了 所以我再回去用刚才的橘色 因为其实我刚才是想要让它底有一点点橘感 所以假如你不想再加也没关系 我稍微再加一点点 在后段的地方 然后前面假如你觉得被你弄晕掉了 哇可以再加一点 接着就是最后一个颜色就是这个金色 非常美的这个闪耀金 它会有点飞粉 所以我建议你这样子压完之后呢 压一点点在卫生纸上 然后就是插在中间这个空洞的地方 好那我这个金色我这样子压 但是我反复压我觉得颜色不够 你可以用手指头压 这个橘色呢我自己这样压完之后呢 我会稍微再带到一点点旁边 就是让它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微扩散 因为它这个是有点亮粉 好的接着我要使用腮红 我也要用NARS的这一盘 然后我要用上面这个 中间上面这个有点土色的奶茶色 然后淡淡的上在这边 带一点橘色土色的感觉 接着我要使用香奈儿金色的这个打亮呢 上在眼头 前面眼下跟眼头的位置 就是呼应这个橘金感 所以我就是选用金色的 好那脸上的打亮也是用这个 打亮脸颊 然后上出 然后鼻子可以酸一点 眉毛下面 然后唇彩我要使用Bobbi Brown的这个颜色 叫做Afternoon Tea 它其实擦起来是一个非常橘 很浓的那种橘色 可是我想把它擦上 就是有点像打底的感觉 然后就会看起来就是 非常呼应我今天的眼妆 这颜色非常的合适 所以我不要厚涂 我要用按压的包涂 毛涂的样子就像这样子 其实还蛮裸的 但是是裸偏橘 其实还蛮自然的 可是我今天想要里面再上一个颜色 这个是MAC的颜色 就是跟Lisa联名的颜色 叫做Rhythm and Roses 它是带红色的 可是因为它这个唇釉会一次用量比较多 所以我是建议就是你用手局部的擦 我想把这两颜色混一下 你就先点在中间 这样手晕 就其实是红唇 可是又是带有一点橘感 好的在等待我的那个电卷棒热起来之前 给大家就是看一下这个妆容 抬头给大家用上面的那个灯光看 这个眼影盘呢 我真的觉得是美到一个不行 虽然我个人不爱橘色 可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眼影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Final Look的妆容 我虽然自己没有很爱橘色的眼妆 就是比较少擦不能说不爱 可是这个组合我真的很可疑 就是非常妩媚的那种 可是又那种亮亮的感觉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SARS的眼影我真的太喜欢了 好的那我今天要弄的头发呢 其实我平常就是约会都是用大卷 可是因为我就是最近很喜欢用这个 买了这个蛋卷的那个之后我就超爱用的 站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是直发嘛 然后我今天要给大家用的是这种 给大家看这种蛋卷夹 但因为我今天不想用的太炸 因为你知道那个蛋卷夹就是 其实会让你发量看起来很多 可是因为我头发发量就已经被我痒得很多了 所以我不能夹的太深 不然会看起来头发很炸 那我现在是用190度 但是里层的我觉得可以压久一点没关系 里面的这几层它会比较容易掉 所以可以压久一点点 大概5秒 1 2 3 4 1 2 3 4 5 我跟你说这个的话呢 我自己是练习几次之后呢 是要找到它下一个痕迹之后再压 你不要压了之后往下录 往下录 因为我觉得那样会 反而看不清楚压痕在哪里之后 会很容易算错距离 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 1 2 3 4 5 然后压开来之后看下一个缺口在哪里 但因为刚好我买的这个只有两夹 假如你买的是三夹的话可能又不一样 所以自己可以多玩几次 我之前玩了几次之后 这个是我买的这支整理的方式 我这支是在虾皮上会买的 所以里层的话呢 会看起来真的比较卷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内层的啊 真的都超容易掉 可能也因为我没有喷定型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我爱喷定型 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懒得洗头 因为我觉得做完头发不喷定型的话 也可以再撑个两天 可是假如喷的定型衣 就会很容易就是需要洗头 好接着第二层呢 我大概就是会分三层 然后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捞最顶上的那一层 把它捞起来 就是最外面 看起来一定要最完美的那一层 然后假如你有刘海的话呢 先不要用刘海 就是先把刘海都夹起来 这个的话不要按太久 大概三秒一组 一二三 看起来就比较没有下面刚刚这么的卷 但是因为假如你这个也用很卷的话 你就会整个头发变很爆炸 好了 卷完之后呢 最外层 也就是最需要完美的那一层 基本上呢 就是真的不能超过三秒 然后我跟你讲 刘海先捞起来 尤其是像我一样 这种 不管假如你是妹妹头的话 就是也是把前面都不要弄 然后你大概捞像这样子 就是在脸颊旁边的这些都不要用 就不要夹到它们 因为刚刚表层抓的比较少了 所以也比较快捣热 所以记得在夹的时候呢 一定要快 然后不要太久 一定要到顶部 最上面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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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样 这已经是最卷的了 不能再比这个更卷了 前提是假如跟我一样 假如你发量很少的话 你就欢迎夹久一点 最波量感更足的话 它整体的发量感就会更多 可是因为我头发一定很多 不然我就会变得像一头狮子 好的 那等你都夹完之后呢 不是还没有用刘海吗 那刘海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用电棒卷 或者是用我像这样子 李子夹也可以 因为我就是要弄一下刘海 刘海的话呢 我建议先夹外卷 就是让它顺顺的往后 那你觉得你想要再弯一点 就可以自己再 再斟酌一下 看你想要多弯 太Q了吧 大眼真的太Q了吧 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我今天用的有点太Q了 可能刚夹得太紧了 但因为我不会喷定型衣 所以等一下会好一点 然后呢 因为我现在是中分的状态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把 刘海呢 靠近这边的地方这一戳先抓起来 然后呢 稍微的 因为假如你是电棒卷 你就整个电棒卷上去 但我现在是李子夹 稍微的把这边给拱起来 就不会看起来头很塌 然后跟刚才的那个 蛋卷夹的那个衔接感 就会更好 你们看到 你看这边就比较膨 然后这边就会比较塌一点 所以就是这个步骤的话也很不错 做八字刘海也差不多是个概念 但我今天没有特别要八字刘海 我只是要不要那么抬 好 就这样 弄完头发之后再用一点那种 就是造型精华 然后可以稍微抓一下 因为像这种卷 会比较容易有毛躁感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弄完之后呢 可能还是稍微抓顺一下 看起来头发它不会感觉好像头发很干 所以我建议造型前造型后都可以擦一点 然后头发发根就是最后再戴上就好了 因为不然头发这边前面太实就会太重 好啦 好的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年情人节的穿搭 我今天全身上下穿的呢 就是非常的白毛毛茸茸的感觉 非常的雪白 有一种纯净的优雅 然后我今天身上全部穿的呢 这三件套呢 就是我最近要推出的 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完影片 就会马上看到我在社群上面分享的 就是这个我的居家服睡衣的定制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穿去睡觉的 因为我做得非常的舒适 可是同时间呢 它也漂亮到可以拿来外穿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可能就是洗干净之后呢 也可以在家里面穿 那像我这里有附一个绑带 先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刚刚可能在看我做造型的时候就有看到 这款的话呢 它是做像这样子的一个宽肩带 就是会非常的舒适 不会有那种勒的感觉 而且因为这个肩带呢 它下面这边是做像这样子一个 就是往下宽 它不是一个一条细细的 然后平口的 不是 它是做这样斜斜的 所以像我现在这样站好 就是可以遮一点小腹乳 看起来不会就是一个细细的 然后感觉就是会 视觉上会更放大就是里面的肉肉 所以像我这样子做的一个设计呢 再加上微微的小V领 就不会过暴露 你看侧面看呢都是非常OK的 就是给长辈看到啊 其他人亲戚朋友看到的 都没有问题的一个衣服 所以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有V领的修饰感 因为假如我做圆领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修饰度没有那么好 所以小V领但也不会过低修 然后我这个里面已经有胸垫了 所以大家就是在家里面舒适穿都没有问题 不需要再额外再穿其他的bra 然后里面的话呢就是 那给大家看 这是黑色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 就是它里面的bra都是缝好在里面的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说 要穿bra很麻烦 然后甚至像我自己是不爱穿bra的人 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在意一定要挤爆乳的话呢 其实这样穿出去就非常的舒适漂亮 那当然假如你想要再有更有乳勾感的话呢 你可以里面再穿newbra 然后再挤勾都没有问题 然后像裤子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非常的离型身材 我这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肉 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呢 我这边是做宽的就是摇头 就是弹力的部分呢当然不用说就是非常的舒适 可是再来是我是用宽的 我不想要用细的 因为细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累到肚子会超级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这边是做宽的 然后非常的舒适 然后是做高腰的 因为这个背心是算短板的 所以假如你下面可能你没有配那么高腰的话呢 可以露一点小肚子没关系 可是像我没有喜欢露肚子的话呢 其实我搭配这件裤子高腰的 就是完全可以连接到 那当然手抬起来可能会小露一点点 微微的性感就好 我再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裤子 裤子的话呢 其实我是做这个非常宽松舒服的 微微的阔腿喇叭裤 我底下其实做的比较宽一点 因为就是为了要让 就是修饰视觉上上面的 这个我比较胯宽的部分 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呢 这块的马鞍肉跟整个胯宽就非常的宽 所以假如我底下裤子又做不够宽的话呢 会看起来我的屁股超级不理大 中间这个部分我改版改的超多次的 然后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底下的这个裤子的尾巴 这边有做一个宽宽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视觉上的修饰 跟设计的感觉是真的非常好看 一方面也搭配了腰头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口袋的部分跟绑带 看起来的一致性就会很好 就会裤子看起来没那么无聊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宽宽的感觉 整体上修饰的那个纤细感会更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外套的部分 外套的话呢我是做比较oversize的感觉 所以袖子稍微比较长一点 但是大家假如就是要做事情啊 妈咪们在家 或者是大家可能在外面要办公吃饭啊 你可以就是随时把它卷起来 都是非常好卷的也不会掉 或是你想这样直接拉起来也都没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是口袋的部分 我有做一个口袋 因为就是平常啊放手机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我在家里面做事情 我手机还是会放在这个里面 当然外处的话呢 你就可以放一下你的什么小钱包 什么都可以在这里都没有问题 口袋的话呢非常的可爱 那再来是这个就是绑带的部分 绑带的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有故意做的这个绳子是比较宽的 比较不容易拉断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买过市面上其他 像这样子的绑带衣服 它这边细细的地方就超容易拉断的 我都觉得超烦 所以这部分呢我在设计的时候 我就觉得要加强在这个比较宽的部分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当然还是要小心 可是就是比较不容易被拉断 好我这边有一个 然后我这边也穿一个 然后绑带的话呢就是 假如你不想绑的话呢 你这个两袋其实可以收到口袋里面 就不会掉下来 那假如你不喜欢 你可以绑在后面 变成有点像蝴蝶结的感觉 这样子也没问题 就是假如你不想前面绑住 绑在后面也很漂亮 或者是呢 你把它就是绑起来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浴袍式的感觉 你就是可以把它就是绑起来 然后绑起来的话呢就会比较保暖 也会比较看起来就是更完整一点 所以约会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子 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材质呢真的非常的保暖 而且超级无敌舒服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镜头上面看不看得出来 真的超级无敌舒服 我跟你讲这件睡衣居家服跟外出服 就是兼聚合一个 就是完全舒适度有兼聚要 然后面料舒适感 然后穿着的那个舒适的那种松紧度 补贴度都有到位以外呢 就是我觉得整体的保暖性也很好 这可以穿非常久 就不是那种什么一次就坏掉那种 真的是非常值得这个 这个价钱跟你收到之后 你就会觉得质感满分 好我随便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背面的部分 背面的话是这样子 所以整体的感觉呢 就是非常的舒适 可是又简单 各种年龄层 然后你在家里面 你去就是拿外送 跟倒垃圾都会好看一点 不会是那种就是什么 独角兽可爱型的睡衣 我觉得这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优雅有气质 然后我自己的话 为什么我今天情人节 会选择穿白色给大家看 是因为我有推出三个颜色 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白色 可是这个白色它不是纯白 它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奶油白色 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我跟你讲 就像我刚刚讲的白色 真的很容易看起来就是非常挑战 会很容易放大 白色就是真的看起来比较放大 可是你看我穿这件白色 看起来的那个修饰感真的就很好 而且因为它就是整体搭配起来 给人家那个氛围感 真的就是自带氛围感 所以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看 所以我自己最推荐白色 那我现在快速换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看 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鸵色 这个鸵色的话呢真的是自带高级感的鸵色 我这个鸵色呢 选的真的是恰到好处 这个鸵色就是带有一点冷色调的那种 很像英式奶茶 英式奶茶的颜色 而且它真的是穿起来的这个大地色系感 因为它毕竟是鸵色 它是大地色细色 可是它大地色细色呢 在皮肤上面看起来又不会显黄 是真的非常漂亮的那种带冷色调的这种奶茶 鸵色 好的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整体上升的效果 我先脱下来好了 这个鸵色呢真的就是我觉得人人都能穿的鸵色 因为我觉得白色呢你可能会担心 有些人就是觉得他不喜欢买白色的衣服 他就是怕脏或什么的 但是我个人最推荐白色 因为我自己喜欢白色 可是鸵色的话我自己也超推荐 因为它这个的话呢就是真的非常的 看起来优雅 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高级感 然后一样就是也有绑带的部分 我先不套起来我就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在社群上面呢都有分享了 所以我想必大家可能有稍微都已经看到过了 假如想看更多的就是平面的介绍的话呢 就是文字上啊或者是照片上的展示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到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去做观看 你看这个鸵色真的是自带高级感 然后比如客人来做客的时候 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漂亮的人妻 这家不会有邋遢感 不要说你头发夹鲨鱼夹好了 即使你夹鲨鱼夹 我跟你讲真的这件衣服居家服看起来都自带高级感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口袋呢 我觉得大小我做的也刚刚好非常实用 就是我没有做过大也没有做过小 刚刚好 这是鸵色的部分 非常好看的鸵色 那我这边比较黄光一点 把这个灯关掉好了 啊好多了 我把我前面的那个眉光灯关掉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鸵色的部分 看起来真的是超级明美 非常的优雅 那最后一个颜色呢是黑色 我换了一个灯关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我换上黑色 就皮肤看起来更白 就会有点爆掉了 给大家看一下黑色的话是长这样子 就是看起来会更加的显瘦 然后就是假如你真的是那种是喜欢买 因为有些人喜欢特别买黑色的衣服 那我觉得你就是可以选的这个 那假如是你就是比较怕脏啊 或者你就是觉得天哪我也担心浅色 那你就买黑色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黑色的话就是一个保守基础款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的话呢 就是真的非常的百搭 就是假如你本身喜欢这种深色系的话呢 那你就选黑色绝对没有问题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我觉得黑色就是真的适合的人是最多的 因为就是完全不挑人 而且看起来就是黑色更显瘦 可是我觉得就论黑色的话 因为就是细节感可能会看不那么清楚 因为毕竟它是全黑的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推荐的话呢 应该会是白色 然后再来是驼色 然后最后才是黑色 但是我觉得三件都非常非常好看 就看自己大家的需求 然后来去做挑选这样子 就是给大家的这个情人节穿搭 顺便分享我的这个家居服外穿服的这一个 定制款的分享 好啦那我就很随性的坐下来给大家做个Ending了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接下来是情人节 希望今天的这个妆容跟发型造型呢 又给大家另外一点灵感参考 我分享的这个定制款的家居服呢 马上就要开卖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吗 谢谢你们 而且你们收到的时候呢 绝对绝对会喜欢 因为我真的是改的超多版 爱爆 买到真的是你会觉得太开心了 穿的就是心情很好 觉得自己很漂亮 兼具舒服跟漂亮 因为我认真觉得 我做这个系列的最大的宗旨 就是觉得我想要穿的舒服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太在意美观 而忽略到舒适度 那这个的话呢 是就是简单优雅舒适 重点是真的是舒服到都可以拿去睡觉 我穿的睡觉 真的是睡的一觉到天亮非常舒服 好啦那就这样子咯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